一邊吃飯 旁邊工作員員搬來屏風 立刻變成小型會議室 美食商場搶工上班族商機 花招不止這一個 在這邊最大特色之一 就是座位前方會有一個插座 你只要準備好你的USB線 隨時隨地都能幫你的手機充電 創邊座位前還有USB插座 邊吃飯也能邊滑手機 由國內白肉機大廠 轉投資的美食商場 原先鎖定南港金融園區裡的 8000名員工 但是施賣一個月後發現 連週末假日都有家庭客上門 預估也是週末人可能會少 但週末比想像多太多了 表現就比我們預期還要好 已經有醫院 機廠等美食商場 這一次挑戰南港附近辦公商圈 為集團今年的營收 益住15億元 而同樣跨領域搶美食材的 還有建設集團 以松山南港車站為主力 每年益住營收20億元 裝潢走美食工業風格 北車附近另一個美食商場 大1100坪 就在排北市的西區 由引進米其林港點店的集團所打造 而創辦人正是台中醫生釋迦出身 就是因為看準台灣外食商機 高達2000億元 讓各行各業紛紛搶盡 分一杯羹 記得林東明將紅台報導 排北市的一幡大學職員 一大學 Quincy 兩百貨 一大學 那些小職員